医院内老人家一时身体不适 在大厅内呕吐 赶紧拿袋子来装 但地板已经一片脏乱 没多久真要等人员清洁时 一名短发妇人不小心踩到地板 整个人滑倒 痛得无法动弹 热心民众上前关切 试着要搀扶她 但妇人躺在地上 伤势相当严重 跌倒的16岁多岁妇人 造成右膝盖粉碎性骨折 家属指控14号上午 母亲到台中太平某医院看报告 大厅却没有任何警示牌 造成母亲踩到呕吐物滑倒 本来见不如飞地走进去 出院却是两个礼拜 住着拐杖出来 从入院到出院花了十万 原本医院承诺 所有医疗花费都会负责 怒控院方竟反悔了 其他民众听了 也认为妇人遭遇的意外 令人心疼 但院方紧急澄清 强调会负担所有医疗费用 大约十万元左右 恐怕是双方沟通产生了误会 他认为说他不应该缴任何一毛费用 那我们也跟他说明 你一定要有缴钱 有缴费了 我们才能够跟保险公司来办理 这个出闲的这个程序 院方指出第一时间 立刻把富人送进急诊室救治 否认处理态度消极 希望双方达到共识 平息风波 记者林世新王百英台中西方报导